大家好,歡迎來到夜深樂高學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可以繪製樂高組裝圖的免費軟體Studio 2.0 看完這部影片後你也可以繪製出一份樂高的組裝圖 我會在影片中的說明欄放上軟體的連結 如果你有需要的人可以直接下載 接下來我們開始進行Studio 2.0的教學 一開始如果要繪製一份組裝圖的話 我們要先選這個Create New 充間的地方是繪製模型的地方 按著你的滑鼠優鍵是可以旋轉的 也可以上下移動 接著上方是功能鍵 你可以選擇旋轉複製 或者是隱藏等功能 以便你在組裝的時候可以應付各種狀況 接下來左邊的話是我們的零件區 還有各式各樣的零件 基本上所有樂高的零件這裡都會有 右手邊是積木的顏色 下方是組裝圖的步驟 那我們一開始要怎麼做呢 你可以先將你習慣的核主 或是你常用的核主編號 輸入在這個程式裡面 先選擇左上角的地方 第二個選項 視窗中打上編號 它會跑出來你常用的這個核主 接下來選擇輸入就可以了 繪製組裝圖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你要繪製你的模型 第二個部分是你要選擇它的組裝步驟 第三個部分你要安排組裝圖的版型 所以一開始我們要繪製一個模型 簡單的繪製一個車子 首先我先選擇我要的積木 這個斜角積木放上來 當你要選擇這個斜角積木的時候 你可能要選擇它的方向 方向鍵可以使用鍵盤的方向鍵去控制 選擇好之後可以按右鍵 稍微看一下這個積木的樣子 下一個步驟我要畫兩個插銷 裝在這個積木上 藍色的插銷 長插銷 然後一樣把它旋轉 接下來它有個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當你在裝上一個零件的時候呢 它會自動的幫你複製出下一個零件 裝完這個零件之後 它接下來會有另外一個零件一樣複製出來 所以你可以一次裝很多的零件 那如果不需要的話呢 直接按一下滑鼠的右鍵就可以了 下一個步驟我要裝一根七棟的橫桿 將它調整一下位置 組裝上去 確認一下沒有問題之後呢 一樣要裝這個彎角積木 那我想要複製的話呢 我可以先點選這個積木一下 按左上角 好 有個複製鍵 它就可以複製出來了 車體完成之後 我要裝上它的輪子 第一個部分呢 我要先裝它的輪軸 那我一樣選擇 左邊的 十字軸 好安裝上去 下一個步驟 選擇輪子 下一個步驟 對齊之後呢 直接裝上去 按一下就可以了 你想要這樣子裝上去的話 它會告訴你說 這是沒有辦法裝的 它會變成一個半透明的圖案 所以呢要稍微注意一下 有沒有 寄木是呈現半透明的 我會發現呢 這邊的十字軸兩邊有點不對稱 所以呢 我微調一下 這樣子我就完成一台小的車子了 那我要怎麼把它變成一個組裝圖呢 接下來我要按的是 instruction的地方 這邊呢是要編輯你的組裝圖的步驟 使用這個軟體比較複雜的地方 或是說比較困難的地方 會是這裡 你要怎麼樣編出 有邏輯 或是比較合理的組裝步驟的話 都要在這裡控制 那我就按照我們剛剛組的步驟 一步一步來拆解 第一個步驟呢 我會先把我要的零件 選擇State Before 放在第一個步驟 我想要在上面直接裝我的兩個插銷 所以呢 我一樣把兩個插銷移到第一個步驟裡面去 第一個步驟就完成了 第二個步驟呢 我要裝上中間的七點橫桿 所以呢 我一樣選這個按鈕 這是第二個步驟 第三個步驟呢 我要組裝鞋的積木 下一個步驟呢 我要裝上兩個十字軸 這樣兩個十字軸放置它的定位 稍微檢查一下 這個地方如果你要檢查積木 一樣是按右鍵旋轉 然後我想要分前後裝 那我可以先將 後輪的積木 選取 放在下面這一格 好 一樣拉過去 接下來我的步驟呢 接下來我的步驟呢 檢查一下 一二三四 五 六 好 確認沒有問題的話呢 我們可以進入這個Page Design 這個就是畫組裝圖的地方 介紹一下它的介面 它的介面呢 會出現它的 這個步驟的編號 跟它的零件 還有你剛剛組的積木 那右邊呢 是 版型設定的地方 那我們這個地方 要怎麼用呢 現在教大家 依個人的喜好不同 你可以選擇你的 排版方式 那每個人都不一樣 你也可以參考 樂高官方的組裝圖去做調整 我會把零件表放在 步驟的上方 然後呢 接下來呢 我會去調整 這個中間積木的位置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邊 有一個很 有一個插銷 它被擋住了 我想要讓大家看到它 所以呢 我要先點中間一下 去做一個 旋轉 旋轉完之後呢 好發現 這個積木 好像有點太小了 那我可以縮放它的比例 有放大一點 好選擇一百二十 你可以選擇 放在 圖片中的任何位置 如果你要置中的話 它這裡會有兩條紅色的線 讓你 參考 第一個步驟就完成了 第二個步驟呢 好我們就點第二步的地方 按照你所想要的位置調整 沒問題的話 第三個步驟 這邊我想做一點特別的調整 我想要增加一些圖案 例如箭頭 那我要怎麼使用呢 我可以先選擇我剛剛裝上去的零件 然後選擇 按鈕 我可以調整它的方向 那我希望它往 右邊移動一點點 移動兩格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個箭頭的地方 它會指這個零件是要往哪個方向裝的 這個孔是對到這個插銷的話 我幫它稍微移過去 再做一個細微的調整 後面的話也是一樣的步驟 可以直接選擇複製 Ctrl-C跟Ctrl-V 這裡呢就可以告訴大家說 你是要把這個零件 往這個方向裝上去 調整一下顏色 顏色如果選紅色的話 更容易 讓人家知道說要怎麼裝 第四個步驟 裝十字軸 那我們一般在裝十字軸的時候呢 會告訴各位說 你要裝幾點長的十字軸 可以選擇 Size Guide 裡面呢你點選你剛剛的十字軸 它會出現在螢幕的 右下角 可以選擇你要放在哪個位置 自己個人習慣呢是放在左下角 這樣子如果小朋友或是學生在組裝積木的時候呢 他可以對照這個比例尺 這樣拿到積木的時候就比較不容易拿錯 第五個步驟呢是輪子 看來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第六個步驟也是輪子 通常呢到最後一個步驟 我會選擇再多增加一個空格的步驟 它這裡就會乾淨的顯示出我剛剛做的模型 如果你的組裝圖已經完成的話 可以輸出成PDF檔 那輸出成PDF檔的時候呢 要怎麼輸出 我們可以點選右上角有個輸出 輸出的時候呢我通常選擇ALL 然後是PDF檔 接下來你要選擇你的檔案名稱 再選擇輸出 我們打開資料夾檢查一下 是否是你想要的組裝圖 如果不是的話呢可以再回去修改 重新輸出 沒有問題的話呢組裝圖就完成了 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請幫我按個喜歡 對Studio 2.0有任何問題 歡迎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掰掰